大家知道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 而有个巧合的是 早年上海南京路四大华资百货公司 先是公司、永安公司、新兴公司和大兴公司 你们没想到他们的老板都是孙中山的老乡 都是来自当时的香山县、现今改为中山市 他们还有另外的相同点 这几位老板都是早年到澳洲打工 都是做过销售工作 从而积累了资本 积累了经验、回国来创业、水稻渠成的 第一个先是公司 老板是澳洲华侨马应彪 生于广州府香山县沙永乡 第二个永安公司 老板是澳洲华侨郭乐与郭全兄弟 他们是广东香山县梁都竹岫园村人 第三个新兴公司 老板是澳洲华侨李敏州 他是广州府香山县石器镇人 第三个是大兴公司 老板是澳洲华侨蔡昌蔡兴两兄弟 他们是香山县上宫都外荣营乡人 综合以上看 这几位老板都是早年到澳洲打工 都是做过销售工作 当时香山、地处沿海 不少人出洋过海打工 孙中山年少时 也是跟随亲人飘洋过海 在外接触到新思想 早年四大华资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也是接触到销售的新思想 回国实践商业版图 与孙中山相比 无非是商业与政治的不同道路